我求婚成功了 叔叔阿姨 我向小鱼儿求婚成功了 这一路走来 我和小鱼儿也上市了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我们俩终于圆梦了 好吗 好 谢谢叔叔阿姨 本身你们两个我都是这个家庭 两家的家庭都有差距 我本身都不答应的 这一路我看到你们的真心和付出 我最早祝福你们 谢谢叔叔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好好对待小鱼儿的 小张我想对你说 小鱼儿呢 虽然还小 他人情似乎他也不懂 有些做的不对的 你跟我说 叔叔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怕小鱼儿做的不对了 我会让他受委屈是吧 你放心 从我向小鱼儿求婚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会把小鱼儿 当成你的女儿一样去疼 和你一样 好好爱戴她 你好 还有小鱼儿我要跟你说 小张是个走生意的人 有些在外面接触的人也很多 有些我也晓得你还要保重她 我晓得了爸爸 我也不回忾她 没事的 叔叔 这都很正常嘛 小鱼儿年纪还小 以后都会越来越好的 我相信她 好 我也相信你 你看我和小鱼儿现在也求婚成功了 那我俩订婚的日子 您看怎么弄啊 你订婚的日子 她这还有叔叔伯伯的鞋子 现在都在外面是不是 等他们后都回来了 我再跟你说 回来了再跟我说 要认亲吗 认呢 就要走亲戚嘛 我们这个是什么个风雪农村 这挺好的 就是认个亲戚 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 也挺好 以后过年回来了 一大家子 一大家子亲戚在一起多热了 是不是 是的 行 那我就听叔叔安排 好 等你的消息 哎呀 这时间活得真快呀 二十多年有房子过去了 就马上女儿子要出家了 阿姨 是不是 还有一点舍不得 没啥的 其实呢 你看 嫁个女儿 多个儿子 是的 能我再祝福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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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阿姨快哭了 是这样阿姨 我今天上来呢 除了跟你们说这个事情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娘 啥东西啊 这一张银行卡 希望你娘能收下 这都不必要了吧 你这在长夜之后 你自己拿到银行 叔叔 阿姨 你先听我讲完 这张银行卡呢 是上次小鱼儿 和我们父母 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准备好了 我每个月呢 往这个卡里呢 会定期的 存一点钱 你看 家里就小鱼儿一个 也没有多余的兄弟姐妹 是不是 我和小鱼儿成了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这是我和小鱼儿的 一份孝心 所以希望你们俩 一定要收下 你整在创业之中 这都不必要不必要不必要 阿姨 老人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孝顺 孝顺 孝在前 孙在后 就是说 作为晚辈 我们孝敬了长辈过后呢 我们才会越来越顺 所以你一定要收下 你希望我和小鱼儿的事业越来越好 你就一定要把这样卡收下 因为以后 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 那小鱼儿你站过来 我给你和阿姨们拍张照片 好不好 来 收拾站近点 站近点 东西放一下 三 二 一 茄子 你买好多话